陸續不少民眾 衝著平日電影票優惠 選擇申辦花旗信用卡 如今花旗在臺銷金業務 將移轉給新展銀行 全臺四十四家花旗銀行 分行正式走入歷史 不要吧 讓他在這邊就好 好好的趕快退出 我比較好奇 他們後續會怎麼去處理 現有的用戶 兩百七十七萬名 期末代花旗卡有 以及超過五十萬名存款 與財管客戶首當其衝 花旗在七月下旬起 陸續寄送新展金融卡 原存款全數轉入新展 分割基準日八月十二號後一年 仍可續用花旗卡 並會通知換發新展卡 強調原有權益優惠 都不受影響 過去花旗曾是臺灣 第二大信用卡銀行 流通卡數一度衝到近三百萬 單張 吃卡審核相對嚴格 也讓卡有響盡優越感 如今隨著數位浪潮來襲 讓花旗由盛轉摔 就是希望臺灣能夠用到最好的科技 能夠帶我們走得最遠 花旗過去也有金融 黃埔軍校之稱 孕育出富邦金總座 韓魏廷 前北富銀董座 陳盛德 前中信金總經理 吳依奎 還有國泰釋華銀行董座 郭敏劍全都出身花旗 外號小花幫 外上DNA 讓他們成為臺灣金融界的佼佼者 那過去在花旗的時候 他們也有一個比較好的一個 所謂的包括了消費金融 包括了企業金融等等的一個 所謂的從基礎往上來的一個訓練 有網友在臉書 PO出三十四年前辦的花旗信用卡 也有不少花旗員工跟同事們留下紀念照 花旗在臺灣走過近一甲子歲月 如今正式道別 時代的眼淚再添一樁 三立新聞要創成一粒情 台北報導